嗨大家好我是王猴 我現在人在Skoda Super小改款的車上 而且這輛車是最頂級的版本 Super Kombi Sport Plus 4x4的車型 其實這支影片是我想要趕在上市前出的影片 所以會大概是重點式的介紹 如果想要看一些比較詳細的介紹的話 我之後會出一支比較更完整的影片 好的那我們開始囉 City 拍渣小啦 這是它主要有一些什麼樣的改變呢 第一个外觀的改變 它這次外觀的改變呢 把它車頭燈跟他的選項護照連起來的 而且它的車頭燈像這個頂級的版本 是採用MATRIX LED頭燈 它裡面採用14顆的LED單體 每顆可以獨立的運作 所以讓你的照明的角度 照明的範圍可以更加的完整 不會引起到其他的泳車 然後下面的霧燈是有做轉向輔助的功能 而且它現在變成全LED的 然後造型變成枝條的 那在車側的部分其實沒有什麼太大的改變 主要是它的輪圈的造型改變了 變成19吋 然後是雙色 切削的鋁圈 但是車廠其實是有變長一點點的 但是都增加不到1公分 所以應該對大家來說應該是無感的啦 然後車尾的改變是它的尾燈變成全LED的 然後中間多了一條貫穿式的 像這個是Sport Plus的版本 所以它中間多了一條貫穿式的飾條 是變成黑色的 如果你買到LMK的話 它貫穿式的飾條是銀色的 車內的部分其實沒有什麼太大的改變 整體的布局還是一樣 但是最主要重點是中間這個9.2吋的螢幕 它變成是第三代的資訊娛樂系統 它這次有一些手勢的功能 然後它一些貼心的小細節都在裡面 無血鈕全頂面翻體中文 然後手勢滑儀 它跟手機跟iPad一樣可以自訂手機 也自訂我的最愛 而且重點 它這次加上了全中文化的導航系統 跟台灣廠商合作的 所以呢整體使用起來 你會更有親切感 而且使用起來會更加的順手 雖然這個9.2的資訊娛樂系統 我非常非常讚賞 但是我還是必須要提到一點 國外它有無線Apple CarPlay 還有無線窗電面板 這兩項配備在台灣是沒有進來的 不過我有稍微詢問一下原廠 原廠是說NCC還在過 就還是要經過送測啦 然後再來車內另外一個重點 就是這個方向盤 這個方向盤是採用全新的方向盤 然後這個是Spotlight的方向盤 所以它是平底的 這個方向盤我真的覺得很不錯啊 不管是它的按鈕旋鈕的感覺 還有它中間旋鈕跟喇叭中間 有一個做鏤空的設計 讓它整體的感覺是質感中又帶一些運動感 然後再來是後座的部分 它這次其實沒有什麼太大的改變 它是保持了他們優良的傳統 就是空間非常非常非常大 只是它的中間的隆起面積 隆起高度其實有點高啊 所以坐五個人可能會不太舒適 但是坐四個人是非常非常的充裕的 再來是它的後行箱空間 它後行箱空間呢 一樣是非常的大 像在KONBI的它的公升數是660公升 那如果你買到的是一般四門房車是625公升 但是像KONBI的車型 如果你把後座椅背坐424輕倒之後啊 哇可以逼近2000公升啊 這個數字是非常非常驚人的 我昨天也有稍微躺了一下 舒服 除了這個實用性之外 它上面還有一個全景式的大天窗 這大天窗不錯 真的是不錯啊 然後再來講一下它這次的動力 這次的動力是有往下修了 馬力變成272匹 那扭力呢 維持一樣 但是它的扭力高遠 是有往後推的 雖然它的動力往下修了 但是大家看一下它的數據喔 它0百共加速 這輛車來講 是5.7秒 相當相當的快 它一樣採用2.0升的渦輪增壓引擎啊 但是像這個是272匹 但是它還是有一個190匹的版本喔 那如果你想要動力不要那麼高 你想要更經濟省油一點點的話 它還有1.5升的引擎可以選擇 而且它整體的操控感覺啊 因為它是Sport Plus的關係 所以它有把它的懸吊做得更硬一點點 它還是比較偏舒適一些些 但是支撐性是相當足夠 你可能用比較高速一點過彎的話 其實進去的那種感覺 側傾的表現 側傾也一直都相當的不錯 而且現在坑丁這裡 橫春半島它的路面其實不是很好 它在做坑洞的回彈表現 我覺得是相當的平穩 相當的棒 然後最後它的主動安全 其實改變並沒有很多一樣 有ACC啊 還有它的車側盲點系統 車道偏移系統等等的 還有自動煞停等等這些系統 都有在這輛車上面 只是它這次的車側盲點系統 提示從原本的鏡面上啊 變到旁邊 照後鏡的殼子上了 好的這就是我這次 關於Skoda Super 全新小改款的一些重點式介紹啦 我們就先期待一下它們這次 這次上市之後的價錢吧 我覺得相當不錯啦 大家真的如果你的預算在這邊 然後你又不想買休旅車的話 真的可以來看一下 我覺得不會讓你失望的 好啦 那我今天影片差不多就到這邊囉 如果喜歡我的影片 歡迎幫我按個讚 訂閱還有分享 如果有什麼問題 我想跟我們聊聊天的話 歡迎在下面留言喔 往後去哪裡下次見 掰掰